上个视频你已经学过 等差数列的前安向盒有两个计算公式 SN等于二分之N倍的A1加AN 或者SN等于A1N加上二分之N乘N减1D 这个视频我来给你讲讲 这些公式到底该假用 先看一道题 已知等差数列AN A1等于3 A8等于17 求S8 要求S8 咱得用求和公式来算 可是用哪个公式呢 你看 这儿有首项A1 第八项就是末项 也就是有了末项A8 显然就得用这个式子来算 那么S8就等于8乘A1加A8再除以2 把数带进去 算一算 就是160除以2 答案就是80 OK 妥妥的 看来以后只要知道首项和末项 你就用这个公式来算前A项盒 刚才给你首项和末项你学会了 我把题目改一改 把A8等于17改成D等于2 你还会做吗 现在题目给了你A1等于3 D等于2 显然就得用这个公式来算了 S8就等于8倍的A1加上2分之8乘7乘D 把A1和D带进去 算一算 答案就是80 OK 再次妥妥的 看来如果题目给你的是首项和公差 你就用这个式子来算前A项盒 刚才两道题都是直接告诉你首项和末项 或者首项和公差 你会求前A项盒了 那如果反过来 告诉你前A项盒 你会求项数吗 比如告诉你等差数列的SN等于80 A1等于3 D等于2 让你求N等于几 现在还是有了首项和公差 所以咱们得用这个式子来算 把数带进去 就是80等于3N 加上2分之N乘N减1再乘2 接下来解这个方程就可以算出N了 方法掌握就成 咱计算省点时间 我直接给你答案 N等于8或者N等于-10 显然N得是个正数 所以-10得舍掉 N就只能等于8了 OK 妥妥的再次搞定 看来如果题目告诉你前A项盒是多少 要你求项数 你还是找找条件看看给你的是啥 选对公式算就成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等差数列 前A项和公式的具体用法 不管是给了N求SN 还是给了SN求N 关键就在于找准公式 如果给你首项和公差 你就用这个式子来算 如果给你首项和默项 你就用这个式子来算 好了 本姑娘就讲这么多 赶紧刷题去吧